大家好,我是董正榮 在這則影片我要教你如何下載 如果你有加購超強的影片行銷軟體的話 就是行銷跟流量的套組 這兩個軟體 你到後台之後 然後點擊這裡 點擊之後 你會在下面看到 這裡有一個下載連結 你就直接點擊下載 這裡有一個到時候要安裝的啟動碼 開啟軟體之後 要輸入那一串啟動碼 這裡有英文培訓的連結 你可以略過 因為我會錄製中文的教學給你 這個是另外一個流量套組的軟體 下載 然後安裝 我這邊示範一下怎麼安裝 下載之後記得把這些軟體解壓縮 我先來安裝影片的 基本上呢 是這個 行銷的 行銷的軟體 market 是行銷的意思 然後 好 好 好 就這樣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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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就對了 很簡單 好 好 結束 好 它就會叫你輸入這一串代碼 這一串代碼就是我剛剛跟你講啊 就是 呃 那個啟動代碼 你把它輸下去 然後按 next 然後呢 接下來輸入呢 你的姓名或帳號 還有email 好 這只是方便它們系統儲存 但是你要記得你輸入了什麼 然後呢 點擊下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next 好 這個軟體就自動開啟了 就這麼簡單 好現在再來安裝第二個軟體給你看 這是流量的 好一樣點擊兩下 然後你的防圖軟體有跳出來阻擋的話 你要授權給它 安裝 因為這沒有病毒啦 放心 好一樣 安裝 好 好跑出來 欸這個好像 欸這個 我來試試看 喔它一樣 你隨便點擊其中一個 它還是要你輸入 那個啟動碼 所以你要記得去copy呢 那個 traffic 就是這是流量的 traffic traffic 這個軟體的啟動碼 然後按 next 然後一樣 輸入你的姓名 跟email 然後按下面這個 next 好 這樣子就 成功了 成功安裝這兩套軟體 OK 大家好我是董正龍 那在這則教學呢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呢 如何使用這個 traffic 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其實是六個軟體的套組 OK那 其中呢 最主要的就是 一些關鍵字的功能 所以有一些呢我發現是 不支持中文 但是呢 里頭最強大的就是其中這一款 那是完全支持中文 所以呢 我們來介紹 單單這一款它就有六項功能 OK 那你首先呢 你進入 進入之後你可以到setting 設定這邊 先來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OK 那有時候啊 你會發現 它會突然冒出來一個錯誤訊息 如果你看到這個 這個訊息就有錯誤 那你就記得 把這個錯誤訊息自動 遞交給他們的軟體工程師 確定 然後它就會消失了 那消失之後呢 呃 他們就會持續的去改善 可能是 任何其他的語言 但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繼續用 你看到這個軟體沒有當掉 所以呢 現在重點是呢 它目前支持的語言裡頭啊 介面 介面的語言呢 並沒有中文 其實有很多語言 連日文都支持的 可是沒有中文 那我說我們語言呢 的設定就把它留英文 然後呢 地點的設定啊 這大概是鎖定的 你要搜尋的YouTube的區域 那你記得你要找那個T開頭 台灣 在這裡TW 你要找TW台灣 然後按Save 儲存 就這樣子 這是你一開頭要做的動作 就是在setting的地方 然後呢 基本上呢 它六個功能 我都示範給大家看 它呢 呃 當我滑鼠這樣滑上去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講它的功能 這個呢 是 找出來呢 跟你所填入的這個關鍵字呢 相關的最好的關鍵字 這其實是關鍵字研究工具 我示範一次 例如說 我現在呢 打上行銷 這個關鍵字 然後我就按Go 然後它現在在做的就是 它會去找出來 跟行銷這個關鍵字有關的 相關的 就是 關鍵字 你會看到它這邊就 跑出來很多 對 例如說有網路 網路行銷 OK 還有大小創意行銷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它這邊 握的是顯示它的字數有多少個 這個可能不太準 因為 它這個數應該沒辦法數 數中文有幾個字啊 OK 然後呢 character 是 字體 這也是字體有幾個字 這字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OK 然後接下來呢 它這邊顯示的呢 如果有數字顯示的話 是 呃 有多少個搜尋 就是多少個搜尋量 然後呢 接下來是 呃 就是那個搜尋的結果 涵蓋這個詞 有多少搜尋量 然後精確的搜尋 精確的搜尋 精確的搜尋就是說 例如說人家搜尋網路行銷 然後精確的搜尋 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欸 怎麼都沒有顯示出來 那代表這個搜尋量太少了 所以其實在台灣啊 你要做這種關鍵字研修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台灣的很多很多的關鍵字 搜尋量都很少 所以呢 但是呢 這個工具還是多少可以讓你呢 有一些概念就是 欸 如果我要 嗯 行銷 欸 那你就看一下 欸 這些 這些字眼都是真的有人在搜尋的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OK 然後呢 這邊還可以看啊 這個關鍵字呢 在Google的首頁啊 有沒有 有沒有影片 排名在 在Google首頁裡頭 像網路行銷我們來查一下 你就點擊這個問號 欸 他寫一個NO 就是大家沒有 在網路行銷這個關鍵字裡頭 沒有 就是首頁裡頭沒有 沒有 沒有任何一支影片 你說我隨便點幾個 這個YES YES的話就代表高雄觀光行銷 這個在Google首頁的排名裡頭呢 有一支影片喔 有一支YouTube影片 就排名在Google 這個關鍵字的首頁裡頭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查所有的關鍵字 你只要點這個 這裡 Check 然後呢 按YES 那他會花一點時間 因為他30個都要下去 這裡有30個 他都要下去查 OK 查完之後這邊就會顯示出來 好 看這直接都有 OK 欸 出現就馬上消失了 OK 所以 你可能要再用一次 對 那 所以呢 然後再來你可以呢 匯出這些關鍵字 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支持中文 有最好沒有就算了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這些關鍵字也不是很重要 我們先 純粹來測試一下 哇 不好意思 我再匯一次 我要儲存帶一個我可以開啟的檔案 好 我們來把它打開看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糟糕 這些關鍵字啊 顯示出來是亂碼 所以呢 這個軟體呢 簡單講 這個匯出的功能呢 並沒有 並沒有支持那個 軟體在哪 這個 好 沒有支持 匯出的功能沒有支持中文 事實上啊 事實上啊 你就是稍微給他copy一下 這樣就行 那如果啊 你覺得 呃 你想要 你想要跟他們克服反應的話 可以沒有問題 你就寫信給他們克服 克服人員 OK 因為國外的軟體啊 其實 我最怕就是想 就是 中文的支持度 OK 但是呢 它有辦法呢 單單這個功能有辦法支持中文 我已經覺得很好啊 OK 我也不會太強求 然後呢 好 所以呢 這就是第一個功能 那 所以大家現在在這個標籤喔 如果你稍微按一下右鍵 它就會消失了 就等於把它關閉了 所以呢 你這邊你可以輸入很多 例如說 我任何關鍵詞 例如說我家教 那當然 那你一定可以搜尋英文 因為它的設計來給英文 對 你看像這邊就有 欸 結果這裡有一個超多的關鍵詞 超多人搜尋 就是女家教吧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琴瑟 OK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它只是一個關鍵字的建議的工具 OK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們把它按右鍵關掉 然後呢 接下來呢 第二個呢是 可以搜尋呢 一些 一些呢 你現在打進去關鍵字呢 在YouTube的影片的排名 所以我現在打進去按Enter 這個其實啊 你在YouTube直接搜尋 結果是一樣啦 對 那只是它這邊呢 可以給你呢 比較完整的資訊 比YouTube上面你看到 它再完整一點點 所以這目前YouTube的排名 你甚至呢 可以看得到它的 描述 影片描述 OK 然後呢 上傳的人是誰 這是他們使用者帳號 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點擊這個啊 你就會直接點擊到這個 這個 這個 對啊 這個影片這邊來 OK 所以呢 第二個呢 是一個很簡易的呢 透過關鍵字的搜尋的工具 你可以很快的看到 很多很多 這 這我的 那你可以呢 抓到說 欸這個人啊 他分類是選哪一個 這是人物 這是DIY的教學 OK 這是第二個功能 第三個功能呢 它是呢 我們先 先推到這裡來看 第三個功能呢 它是呢 你可以獲得 任何一支在YouTube上面 的影片 它的更詳細的 統計曲線功能 所以跟第二個會有點像 那第二個是透過關鍵字去查 那第三個呢 是它要你 收 輸入呢 你想要分析的 那一支影片的 那個 連結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到YouTube來 OK 那我要例如說 我要搜尋這支影片 然後 我要想要知道 它更 精確的 精確的 資訊 然後把它貼上去 然後按夠 OK 就這樣子 然後它就 弄出來 給你看 然後附帶一體啊 它這段 並沒有支持中文 就是呢 它的標記 它呢 這支影片的一些關鍵詞 標記 它沒有支持中文 所以這段 沒有辦法用 OK 那但是呢 其他的訊息 就可以搜尋得到 這更詳細的 這些資訊 就像我講啊 它是比YouTube上面看到的 基本上 是還要完整一點點 OK 或者是差不多啦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這一支 第 四個功能 是呢 你呢 可以去呢 對照呢 這些影片的排名 這個是可以讓你追蹤的喔 所以 我現在把它Delete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話 你需要先設定一個群組 就是說 我這個群組是網路行銷的 那也就是說 然後呢 給它新增 然後呢 點兩下 或按開啟 這樣子 好 那我就知道說 我這邊呢 這個群組要放的 都是網路行銷相關的影片 然後去做分析 那要怎麼做呢 你就是這邊 有一個連結 點一下 然後呢 輸入呢 你要分析的這個YouTube影片 的連結 OK 那我就go 然後呢 它就會自動抓取 我們看到 這是剛剛我用的 然後 這部分是支持中文的 對 那 影片連結就在這 那它這邊呢 就有說呢 這是 2014年5月18號的時候 它有 4728個 瀏覽數 然後 留言有兩個 然後呢 讚呢 0個 這樣子 那呢 這個到底有什麼功能 這張表你現在看不到 好 因為如果你在 軟體開著呢 過幾天呢 或是呢 過幾天呢 你再把軟體打開 然後再來這邊再看呢 你就會發現呢 它每隔一段時間啊 它每次你開啟軟體的時候 它就會去抓資料 然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 看到這一支影片 它呢 在不同的時間點上 它的瀏覽次數的變化量 還有 評論的變化量 所以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一張 曲線表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影片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影片呢 它的成長 或衰敗的狀況 OK 所以這個是讓你更精確的 去追蹤 一些你的競爭對手 或甚至你自己的影片 的成長的狀況 所以呢 我建議你呢 這個啦 這個工具我覺得很好 你可以自己架設一個 例如說 我的 影片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所以 你就專門在這邊呢 放上你的影片 例如說 我有很多YouTube影片 就說我到這裡來 對 就說這支 對 呃 才一天就122人觀看了 那 我呢 把它添加在這裡 那我就可以追蹤 OK 那 然後 再 過一陣子 我 然後 我就可以看到 到底這支影片成長的狀況 所以我可以再多放一些 你說這 呃 這支好 我想要追蹤一下 好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影片放在這裡來 然後呢 來追蹤 OK 那呢 它這邊呢 就有寫說 這是圖表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出來 然後呢 如果有的話呢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曲線圖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呢 呃 去開啟這個軟體 它才會 它才會畫得出曲線表 OK 然後呢 你可以篩選呢 根據它的瀏覽數呢 做排序 或留言數 欸 這個好像不行 那好 這個功能 其實也不重要 不行就算了 基本上呢 你就 這些影片都在這裡 你自己看你也知道 這影片在哪裡 OK 所以呢 呃 這基本上是第 第四個 第四個功能 好 我們現在回到 Welcome 這邊 那第五個功能呢 是呢 喔 這是 查詢啊 你這個關鍵字呢 在你輸入的關鍵字呢 在 Google的首頁上 排名裡頭 到底有沒有 影片 例如說 網路行銷這個關鍵字 還有 數學家教 例如說 這兩個關鍵字 然後呢 一個關鍵字一排喔 不要打任何兜號這樣子 然後呢 按check for video 它就會去查說 欸 網路行銷這個關鍵字呢 在Google的首頁呢 有沒有 影片排名上去 答案是沒有 沒有的話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呢 那你就有機會啦 你就有機會 錄一支網路行銷影片 因為現在呢 YouTube的影片呢 Google是會收錄的喔 所以呢 你就有機會去錄一支影片 然後呢 排名上去 就有這個機會 像數學家教也是沒有 那我就知道 欸我有這個機會 那如果我點擊的話 我覺得它就會真的 到首頁去 就是幫我搜尋網路行銷 啊真的讓我check一下 對啊 首頁的確沒有任何影片 排名上去 好 所以這功能 基本上 第五個功能就是這樣子 好 就是 主要就是查看呢 你想要 呃 這個最主要是SEO的功能啦 搜尋引擎最佳化功能 你想要吃下來這個關鍵字 它在首頁上有沒有影片 那如果沒有 那我們想辦法錄一支影片 然後呢 去操作它 去 看它能不能排名到首頁去 這樣子 OK 然後呢 這個呢 是呢 你可以去查看啊 一個特定的影片 它在 某一個特定的影片 它在某一個特定關鍵字的 排名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什麼意思 所以首先呢 你需要給這支影片 的標題 打上去 所以呢 我呢 以 我這一個影片 為標題 這個是只有你自己看的 這是影片標題 然後這支影片的 關鍵字 對吧 的連結 我們也copy一下 然後貼上去 然後呢 它呢 是座落在 呃 新增影片 好 好 就這支 然後呢 新增的嘛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按開啟 open 打開 然後呢 我現在要追蹤這一個 這支影片呢 是我想要追蹤它 的關鍵詞是 網 網路行銷 網路行銷 也就是說我要去查看這一支影片呢 它在網路行銷排名的狀況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排名是排名第44名 換句話說呢 它是從 這個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 網路行銷這個關鍵字 我的影片呢 是排名在第44支影片 OK 那呢 舊的排名呢 是0 因為呢 現在呢 並沒有時間 上一次 沒有上一次啊 這是我們剛新增的 所以呢 這個功能也是 你需要 等待個幾天 然後再一次的再登錄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這支影片呢 新舊的排名 然後呢 這邊呢 會有日期 它每次呢 你到時候就會看到說 這是幾月幾號 的時候 它 它這個影片幫你看的 然後它現在的排名在第幾位 OK 你要知道這數字越小 這數字到1的時候 就是你這個 你就吃下這關鍵字 這關鍵字 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 你的影片就排名在第1 第一個 OK 所以呢 它到時候啊 過幾天 它在 你在開這個軟體呢 你再來這邊看 它這個 它這個日期 就會 有超過一個以上 然後它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排名 的增長 的狀況 增加或減少的狀況 OK 所以這大致上呢 就是這 第一個軟體的套組 我覺得光 單單這幾個 就非常強大 那 呃 因為我在提醒 網路行銷工具或軟體 都只是工具 都是使的 那它都只是用來幫助人們呢 去節省一些 例如說做研究 的時間 所以這個工具 最主要發明來 就是 要節省你這些時間 然後 那主要呢 就是你希望吃下某一個 特定的關鍵字呢 然後呢 你才會使用 這個軟體的功能 所以呢 例如說 我 例如說好了 我現在再講一個 好了 再教大家怎麼弄 就是說 網路行銷這個關鍵字 我很在乎嘛 我要看一下我排名 是不是 在很前面 那就我發現目前 首頁好像沒有我排名 好 那我發現我排名最高 是這支影片 好 那所以呢 我當然就很想要追蹤了 我這支影片呢 它排名的 每天 每次排名的狀況 所以呢 我就把它的標題 然後還有 還有那個連結打上去 然後按加入 然後在這邊看 好 然後開啟 然後呢 我想要追蹤這就是網路行銷的 關鍵字 然後按 OK 然後你看喔 所以我這支影片呢 在 網路行銷這個關鍵字 排名是 24 OK 所以 第24支影片 然後呢 我們看到我這邊點了一下 這邊時間就會出來 喔 你會發現我點了兩次 這邊就會有錯誤訊息 沒差 你每次有錯誤訊息 你就把它遞交出去 這樣子 他們 這個軟體的開發商 就會知道 他們需要修正什麼地方 所以呢 你看喔 這樣我就知道說 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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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8號的時候 欸 排名這時候在第五 蛤 蠻奇怪 跟這個不太一樣 OK 那這個啊 你要在那個 就像我講 你要再等個幾天 然後再去查它的排名 這樣子 然後呢 附帶體如果是綠色的顏色 它這個顏色系統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綠色的話 好像是 排名是大於等於 OK 就是 數字越來越小 或一樣 它就會 是綠色的這樣子 就代表是好的啦 然後它可能還有一個紅色的 代表是 你排名在 增加 排名增加不好的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可以呢 利用這個工具 然後去呢 不定期的來這邊查看一下 我目前每一支影片的排名的狀況 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第一個 然後把它關掉 好 所以我現在才介紹完這六個影片 這六軟體的 第一個 所以它第二個 接下來這幾個 有一些都沒有辦法支持中文 然後有一些的功能就很單純 就是 純粹就是 關鍵字的研究 像第二個 這個我剛剛測試過 不太支持中文 它基本上呢 這個比較適合在英文市場 所以如果你以後有研究 英文晚傳的話 然後你想要去拿 腦力激盪說 例如說我的標題 我想要標題是 How to 就是如何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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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沒有 idea 如何什麼什麼會比較好 那呢 我就可以直接呢 說那我要抓取50個關鍵詞 對然後50個開頭有How to的這一種 然後呢 按夠這樣子 夠也按下去 欸 它這邊就給你 一些 一些建議的 這些關鍵詞可能就有人 真的有使用過 對 然後右邊也會顯示出來 對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欸哪一個關鍵詞 是我可以 使用的 然後我來錄相關的影片 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 還有更進一步 就是呢 如果你給它加上去 它就會冒出來更多的關鍵詞 你不太需要知道這些詳細的定義 的精確意思 但基本上我只告訴你 你勾下去就會多跑出來 就那麼簡單 對那 這邊就要跑出 How to什麼 How to什麼 你就可以 這些就給你很多 idea 就是欸 如果我要錄影片的話 我可以怎麼下標題 而且這些標題是真的 會有人看的 然後如果你需要更多呢 你就可以隨便點一下 這個 這個再給它點一下 然後這樣夠 它就再跑一次 就要更多 OK 然後如果你要更多關鍵詞 100個 關鍵詞的建議 它就一直跑 OK 100個 所以這邊就給你很多 idea 就是說 欸 這標題要怎麼用 OK 可是很可惜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並不是 用來使用中文式場 所以呢 我們只是先簡單示範 然後再來 第三個 右邊這一個 怎麼使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 哇這個超長的 我們晚點講 對 然後再來 我們先來這個 好 這個它其實也是一個關鍵字的功能 它這邊大部分都是在做關鍵字研究 因為國外啊 其實影片的排名 這叫影片的SEO啊 影片的關鍵字排名其實 非常火熱 特別是在YouTube 那你有辦法摘下那支影片的排名 就是老大了 對 影片排 比如說尤其是這關鍵字很多人搜尋 那因為台灣市場跟國外差別差很大 是因為國外呢 講英文的市場好幾億人 跟台灣兩千多萬人 台灣根本比不上 OK 所以他們國外就研發了很多這種 關鍵詞的研究工具 那例如說我現在打上行銷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有支持中文 欸這個有支持中文 所以呢它也一樣呢 會跑出一些建議的關鍵詞 哦 組織行銷 這是傳指銷啊 對 然後呢 show keyword 然後show video 對 show video就是說 欸那這個關鍵詞呢 有沒有在YouTube上面 有沒有相關的影片 行銷的 欸那你就可以看到 哦 有欸 有 啊有多少人看 多少人喜歡 這樣子 這樣很方便 就是你就 可以去做一個 相關的研究 這個gap keyword 就是得到關鍵詞 就可以得到這個 可是啊 很不幸的這邊目前沒有辦法支持中文 所以這 得到這個關鍵詞呢 也沒用 OK 所以例如說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例如說數學家教 然後讓這個軟體跑跑看 看發生什麼事 結果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你再點一下 哦它就會幫你去找 數學家教相關的 就是 影片 有多少個 欸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 OK 幾乎都 大部分都我自己的 所以這個軟體 基本上也是 就是一個關鍵 關鍵字的研究 然後再來呢 這一款軟體啊 最主要也是在 研究一個關鍵詞 不過它在研究呢 這個關鍵詞呢 在Google還有YouTube 的排名的 可行性 OK 所以我們 再來一個關鍵詞 就說 哇 行銷好啊 可是啊 它這邊 呃 糟糕 欸我這邊呢 語言 我現在是預設 英文 OK 那它其實目前語言 也沒有辦法支持中文 所以我們還是 留著英文 然後地區呢 它很不幸的 也沒有 台灣這個地方 OK沒有 中國 所以呢 我們沒差就這樣留著 那它還是會下去跑 它說行銷這個關鍵字呢 OK 這個大概是 open 括 大概是 呃 它其實沒有跑出來什麼東西 所以這代表 呃 例如說我們再點一下這裡 再看有沒有更多訊息 好 沒有 所以它也沒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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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 你沒有搜尋到什麼 我們現在 現在真的搜尋一個 一個 英文字 這樣子我比較 讓你清楚 看到這個軟體的 功用 就是說 我現在搜尋的是 recellerize 是轉授權的英文 然後呢 你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比較多 就是說 轉授權呢 這裡 比較常見的英文 關鍵詞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會顯示出來 就是這個關鍵詞呢 在 youtube y是指youtube 要排名上去呢 簡單嘛 nid 是中等 然後在google排名呢 就hot 就非常難 你要在google 排名到 recellerize 排名到 首頁 非常難 所以呢 這邊就有寫 這個yes 在youtube排名 算簡單 然後在google排名呢 算難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那這些詞呢 基本上呢 就是一些 搜尋 搜尋的次數啦 就是 舉例來講 就是在google呢 這個關鍵詞 總共呢 搜尋量 有這麼多 然後其中比較精確的搜尋量呢 稍微再把它鎖小 是這麼多 然後在youtube呢 所有跟這個關鍵詞有關的 影片有這麼多支 然後呢 比較精確的影片 有這麼多支 然後呢 videotop10 就是 在前10名呢 的影片當中啊 排名 就是排名前10名啦 搜尋排名 這個關鍵詞搜尋排名 前10名 當中呢 有沒有影片 有 有一支影片 所以也就是說這裡 sell right weekly啊 然後在 在 在 在google呢 的搜尋裡頭 排名 就是在首頁排名 那邊 首頁上面有一支影片 OK 我們來點看看 看有沒有更多訊息 好像沒有更多訊息 好 它只是跑出來更多相關關鍵詞 那你可以把它新增到你的清單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 你到時候要考慮 這個 這個關鍵詞 那 有沒有可能排名的上去 有多簡單 那我剛剛打的 我再打一個 我剛剛打網路行銷 好 然後呢 它這邊也跑出來一些建議 它都說HOT 就很困難 這樣子 然後 加上去 這個部分 那我搜尋家教 不好意思 這是我小baby 在 在講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支持中文 但是它這邊跑出來的數字 有點意外的多 但是它基本上說你要排名上去都不簡單 OK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呢 是呢 讓你呢 去 呃 去發現呢 有沒有更多的一些市場是你可以做的 然後 或者是 你可以收集一些相關的更多的 關鍵字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都是關鍵字 像這個啊 Hoffest Hoffest 就是採集 收集更多關鍵字 所以呢我們現在 打個網路行銷 然後看它支持不支持中文 OK OK 結果什麼訊息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刪除 你記得 你就回到 左上角 這個villcom這邊來 所以這個大概也只支持英文 所以我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軟體目前 並不支持中文 OK 所以 我們把它關掉 OK 所以目前啊 這六個 這一個軟體的 這六個大功能呢 五個我們已經介紹完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最後一個功能 那這基本上呢 也是在做關鍵字分析 只有一部分支持中文 像你在這邊啊 直接輸入一些中文字 是OK的 例如說 呃 你就是要斷行 然後夾角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讓它去搜尋 這樣子啊 是可以獲得 然後點擊第二個 還是會抓一些 關鍵字 一些相關資料 OK 它只有部分的有效 那這個是YouTube的 那個 的競爭程度 這個數字 基本上是相關的影片有幾者 那這個是最多的瀏覽書 就是影片瀏覽書 然後呢 就是多少人按讚 然後多少個留言 不過這次要太少了 這基本上是做 英文的關鍵字的研究 所以呢 我們這個很可惜 沒辦法使用這一款 因為 不支援 目前不支援這一個 中文 OK 所以呢 其實我最推薦的還是這一個 第一個 因為這六大功能其實很好用 OK 六大功能 所以這個教學就到這 然後我們下一支影片 我們再來談其他的 教學 OK 拜拜